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不講場又來了 我是余榮陽 身邊有鄭仲暉 大家好 今集來到講最尾師長的範疇 就是運輸公務的範疇 我們先講水土 我們有85平方公里範圍的海域 是給我們管理的 土就是土地 先講水 我覺得這個範疇就好像我們五盟 公務運輸範疇 金木水火土都有 水講了有幾年 由中央給了一個水域的管理權 我們說可以發展我們的海洋經濟 但是幾年來都沒有 今年都是舊事重提 但是也有講到 有些範圍會希望管好 隨著有些填海的地方 確實填海的地方和海域 很多東西要配合 包括可能會說 提案怎樣 提案要起多高 舊的 大家知道內港 內港有提的 但也要升高 舊的南西環都有提的 由於那邊不會怎麼湧水上來 和內港不同 就不用升高 將來我們新田海有五幅島地 尤其是A地段 都已經有外形 其實已經有建築物在 那個和水之間 應該要怎樣去做一些提案 或者相關東西 下水道 新去哪裏等等 我剛剛說A地段有建築物 這個 就不是剛剛是A地段有建築物 A地段是隔壁的 不是我們講的 豬浩大橋 澳門厚岸和豬浩厚岸 其實將來我們 我想會比較快發展 首先講土 都是A地段會發展得最快的 因為有些基礎已經做好了 預備在那裏 將來有大概二萬八千個 公共房屋的單位 住宅單位 其中有些先行的 它都分開有幾個地段 即A之中 它一樣會再分ABCDE 譬如說B4 B9 B10 或者地段會先行 其實 宇Sir 你講到 這些A地段 1、2、3、4、5 即那些不同 其實我們有時 是 在一般的 我們的聽眾 我們的市民 未必一定這麼有心 知道它 哪一部分 A地段可能都清楚 很大 至於說 A裏面的1、2、3、4、5 就真的要在這方面 很有興趣的人 你覺得不需要特別宣傳 因為它未成形 就算是土地 我們經常講 海一居的原地 是叫做B地段 都是用英文字母去稱呼它 你很難會特別 找個名字去明明 明明了 都是要解釋一番的 其實這個A地段 大家曾經很多人 曾經很多人 給予一些期望 譬如做中途庄 其實我覺得 這個地方 適宜了社區 會比較適合 那裡真的不適宜了中途庄 跟我們將來 那個新的 有機會的 港澳碼頭 又連成一片 即是現在 舊的 在澳門半島 那個港澳碼頭 要不要適宜一些 將來這個都需要規劃 但北安那邊 那個港澳碼頭 就未免太大了 浪費了地方 所以你看到這個大白象 我們要更加善用這個A的填海 其實叫做A區 我還建議快些明明 這個A區 給一個名字給它 整個區 一個名字 還是兩個名字 即是沙泥頭 或者我們不同的區塊之基 有個名字給它 羅立文都說過 他說你很難得 有一個公屋 在四面環海的地方 這個地方 其實我相信 這個A地段 其實是極似 香港的啟德 對比起現在很多的地方 你看到澳門近年 一些公共房子 是比較起得漂亮了很多 即是跟最初澳湖時期 台山平民屋 是不是差很遠 事實上 世界上很多的城市 它的公共房子 都是走向優質的 包括有些是賣的 平價的 那個叫做經濟房屋 我希望將來經濟房屋 起碼外形設計 你可以美化一些 外形設計難度不高 你不是做到 好像一些歐式 但是最重要 你用料 就要蒸 還有工藝做得好 就不怕 好像石排灣 沒有入火 已經說那些長的磚是掉了 我們講到土地的填海 我們叫做土 水方面 這次也是跟土有關 這次我聽到施政報告 是有一個這樣的構思 在關閘那邊 會拿一部分 即我們現在和珠海 中間有一個水域分隔 會拿一部分 用來填一個地方 那個比較小 所以那個不屬於要中央批准的填海 我不知道 因為它填到海 因為我們管理這個海域 但未必我們擁有這個海域 可以自由發揮 我相信都需要經過中央的批准 所以這個水和土 尤其是我們現在著重了 這樣我解釋一下 這個要中央批准是工程 准在這個地方 即將它變成是一個土地 但是真正填好ABCDE 那個要做一個大規劃 還有整個畫的圖形 多大的面積 那個比較精細一點 但是這裏我想 因為都是公務運輸範疇 包括住屋 包括私人也好 公共也好 還有一個都包括交通 正正A地段 將來會對 尤其是澳門和坎仔之間的聯繫 是很關鍵的 A地段是比較大的 即它是五幅土地之中最大幅 五幅土地加起來 3.5 澳門的居民 多數留意時事都知道 A地段佔了超過3.5的三分之一 另外澳門半島還有一幅B地段 這個就跟南灣湖那邊相呼應 大家也知道 而另外幾幅土地就在坎仔 路環那邊沒有 是北岸那邊 是 是 是 大家對於這個 其實我們有時看回頭 其實我們現在澳門發展最大的 而且大家最關注去規劃的 就是我們的填海地段 反而我們收回那些百幾幅的所謂 如果我們說真正的城規那裡 尤其是新的規劃 我想填海地段是很重要的 現在你剛才說的那件事 即政府要收回土地 應該是69萬平方公斤 但是已經收的沒有一半 是29萬多而已 所以還有很多地 收回之後是可用的 加上填海地段 即將來澳門暫時 在若干年之內 是不受土地的使用的 所以大家都是 尤其是在公屋輪候那方面的市民 就僑獸以待 就是希望能夠真正這麼幸運 可以得到不論租也好 買也好 在A地段有一個落腳之地 我們稍後還會說到關於交通 特別是說交通的建設方面 即不是說說車輛的安排 其中都會說到第四和第五個 跨海的通道 這集我們集中是說水和土 其實十分鐘短短的 都不夠我們說的 有機會 或者我們在中論那裡詳細再說 多謝輝哥